多区有人堵路破坏 旺角警署被人扔了至少20枚燃烧弹 客户人又针对商铺破坏 防务警察多次出动 超过30个伤者送院 冲突期间一再有警察遇集 将军奥一个穿便装的警员被人围呕受伤 而观塘也有警员被戒颈受伤 先由刘浩廷报道入夜之后各区的情况 晚上8点 尼敦道近旺角传出一下爆炸声 当时多辆警车泊在路边 警车旁边有碎片 物料似是胶袋 附近有怀疑爆炸之后留下的碎件 夜晚9点多 有人在太子道西向旺角警署门外投砸玻璃瓶 之后着火 火势越烧越烈 批人迅速离开 警方说一共投砸了超过20枚汽油弹 警察用灭火通救火 水马被奔合 路边留下一个华尔汽油弹 背囊里面有胶瓶装着液体 消防员到场检查 灯打时街一辆白色私家车被人破坏 车内一片凌乱 玻璃被击碎 车身也有喷漆 警方证实私家车属于警方 说当时监政科人员 在旺角处理一中和示威活动无关的爆洩案 在旺角站D出口 有人用竹枝不断敲打出口的顶部 站内曾经被人中火 墙身和广告灯箱被销毁 整个安全岛灯箱被人扔下站 警方出动驱散 屯门夜晚就有人在乡市会路烧路障 速龙小队港道 迎面有人手持火肿 警员开了一枪 那个人随即投扎燃烧弹 警员之后追了进去 在附近带走多个人上警车 大埔就有人在通往大埔超级城的天桥上面聚集 部分人蒙着面 有人向警员叫嚣 九点半之后防暴警察举蓝旗警告 冲上天桥追赶聚集的人 警员追落地面 将多个人压在地上 用锁带绑手和带走 上场平台有人用强光照射警员 有人怀疑高空宅物 警员举枪示警 一个穿黄背心手持摄影机的人 被警员守身之后获得放行 他说自己是拍摄记录片 警员离开之后 有人在太和路设置路障 防暴警察回来 警告在场的人散去 有人在商场平台向警员叫骂 警员多次开枪 并且搬走路障 地上楼有布袋弹壁壳 楼上民居有玻璃碎裂 元朗夜晚也有人在大马路设置路障 防暴警员到场处理 警员离开之后 有人向交通灯噴漆 警员再次出动 举黑旗和蓝旗警告 元朗马路推进 速龙拉了一个男人 由线电视记者刘霆不得 一手掌握由线新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